導演明京城跟愛妻 一套純白青紫妝 照下這張幸福滿意的家庭合照 無奈判不到小孩開口叫爸爸 明京城八號晚間在產後護理之家 突發心肌梗塞 到院前不幸離世 最後一篇發文 在一月底與愛妻兒女在月子中心 吃年夜飯 說感恩的心爆滿 家人在哪裡 哪裡就是家 先前PO文更能看出喜貨雙胞胎情感 不斷感激 為全家一起過年 感到踏實 寶寶出生日期 還跟愛妻同天 文莫只求健康平安 正因這對兒女可是砸下百萬 做了十次試管嬰兒才有 求子過程艱辛 在演藝圈好友眾多 和林依辰六月等等藝人都有深厚交情 平面報導黃曉柔直說 明京城就像她的親哥哥 事發第一時間 野藝圈好友屈中恆跟妥宗康 也趕到醫院協助處理後事 傾向指辦佳計 明島發生這樣的事情 我是起來是很痛心 然後一方面朋友 一方面她才五十一歲 而且又剛好龍鳳胎才出生 所以我們一定會想到 她這個時候又忙 然後又累 然後又要幫忙 防止生活上的一個壓力 明京城雙保還沒滿月 愛妻生產傷口也還沒完全復原 心肌梗塞走得突然令人心碎 三星文林津廷電報 台北報導